我和妈妈带半斤下来玩 牵着他走在小区里面 不然这里有老人家还有孩子 走了我们出发 一家人去喝早茶 凭姐他要上课没有过来 我是不是在中间那里吊歌 其实喝早茶享受的就是聊天 大家坐在一起其实也不是吃的 然后今天我们来的也比较晚 中午就妈妈说不煮午餐了 我们直接喝早茶就好了 之前是在那边喝早茶 这是来新的地方 这一个点心专家 这里是全天茶饭吃的 阿龙泡茶 这个是红茶 它是自动的 它是自动的 这个是橙皮薄饼 然后这里还有顺德酸皮奶 这个酸皮奶很滑的 开始吃了小朋友可以动手了 他们也很喜欢喝早茶这些糕点 好谢谢雨晨给我夹了愉快 很享受这种喝早茶的时间 很享受这种喝早茶的时间 我们喝完早茶 现在回到家里面换了一套衣服 我准备出发去爬山了 但很可惜半斤不能去 我们去运动 运动一下就回来 好了 Let's go 还有阿龙和妈妈他们就下来了 走了 前面那座就是高榜山吗 我们已经到了高榜山这里了 现在就爬上去了 不过还好这边高榜山对孩子们来说 也不吃力的 从底下爬到上面就一个小时多一点 今天还是假期 所以还是挺多人过来这边玩的 妈妈累不累 刚上 刚上没多久 还没感觉到 阿龙对你来说应该小问题了 说得那么轻巧 走到最后先 你能走到最后 那么矮 以前更高的山都爬过了 那也是啊 走吧 就是当时出来休闲一下 那是边聊边逛边爬山 两个孩子已经爬到那前面去了 他们可快了 我跟妈妈爬过 爬过罗浮山的 爬过罗浮山 对我记得是春节的时候是吧 我还拍了照片 那个时候好瘦 现在要多锻炼了 对加油 好像我的体力不好 走两下你看已经喘了 上次已经爬过一次了 慢慢走 慢慢来吧 对不要着急 你穿了全身黑 肯定热死了 休闲一点嘛 轻便的服装比较舒服一点 你应该穿短袖 我怕晒 怕有蚊子 不知道会不会有 这树林里面蚊子会比较多 嗯 对啊 好嘞 慢慢走 你看 雨晨它摔破了 这个刚刚摔跤了 裤子都摔了一个大洞了 痛不痛 好不容易爬上来了 哇 太累了 前面就是胜利的终点了 对 加油 加油 还有一点点 现在满过头都是汗水 一身都汗水 太多了 衣服有没有湿 都湿了你的 我的也是 虽然是很短 但是还是蛮累的 尤其是这个今天温度那么高 应该也有35-6多 有是吧 冲啊冲啊冲啊 还有一小段后就胜利了 好热 好热是吧 你看你这汗 终于上了山顶了 对啊 我们都是第二次上来高榜山这里 第一次我是跟彪哥 然后妈妈呢是跟平姐 还有阿龙他们是第一次过来这里 上来最上面这里 这一座呢是贵榜格 好 这里还是挺多人的 在这边许愿 因为里面呢 还有两棵那个许愿树 他们呢 会把自己的愿望啊 都会挂在树上 其实我两次过来 两一次体验 还有这一个心情都不一样 呃 今天这一次呢 跟妈妈他们过来呢 感觉心情又特别放松 然后上一次可能是第一次过来 就第一次爬山 啊 就本身我自己呢 是对爬山呢 是有一种恐惧感的 啊 但是第二次过来呢 还好 真的还好 轻松很多了 但还是对我来说有点吃力的 让孩子们也许个愿吧 难得上来了 许愿球 要写上个名字 对 让孩子们写上自己的名字 还有写上自己的愿望 要诚心愿望才会达成的啊 学习进步 可可100分啊 写上名字 还有名字写上吧 祝孩子们的愿望成功啊 哈哈哈 来了 抛吧 哦 挂起来了 哈哈哈哈 一炮几重啊 佩琪来吧 啊 大力啊 佩琪 哈哈哈哈 这一棵是小的玄树 刚刚那棵是大棵的 哇 这里风景很好哦 哇 可以看到最高处了 整个惠州这里可以看见 刚刚我们是从这底下这里走进来的 对 整个红花湖哈 对 惠州原领 哇 这样看红花湖也不是很大哦 让它一圈就很大 对 可能我们站的高啊 对 站在上面的景色特别好啊 你看雨晨刚刚摔跤的裤子烂了一大半了 报废了一条裤子了 脚也塞伤了 现在下山哦 加油 你看我们回去还是挺多人过来的 估计是他们都等太阳下山了才来 现在没太阳了嘛 雨晨慢慢走啊 下山还蛮快的 20分钟就下来了 上去的时候难下来就快 走了 雨晨刚刚说她的脚控制不了抖对吗 我的脚也在抖哦 可能一下上去的时候就走得快走得急了 你也抖对吧 我们都会抖 贝奇也会抖的